娱乐转圈圈 明星快报报 让这个团体总结 这个3月倦 已连到这样一个塔老子 crossover share 去年时间 又死为什么 我说你接近百分之友 京东大现在也在服役期间 很多的网友对于这一次回归 还是抱有比较大的期望的 而EXO的左属经纪公司SM公司在昨天发布了 他们的这一张迷你专辑的回归预告 也让很多的网友遐想连篇 在这一次的回归预告中看到了 9个标志性的光点 9个光点当然是代表9个成员了 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 难道这一次现在在中国主要发展的 中国籍艺人张艺兴也会回归这一个团体 进行回归活动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太让大家期待了 毕竟张艺兴已经好几年没有回 韩国加入EXO这一个组合的活动了 这两年的工作重心 在国内的他也时刻在各大综艺节目上面 提起这一个团体 在前一段的时候 边博贤在自己的直播中透露自己即将入伍的消息 张艺兴还在直播中留言 希望边博贤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张艺兴在最开始这一个团队出道的时候 存在感就是非常高的 作为一个童星出道的张艺兴 在韩国进行了几年的专业训练的他在这一个组合里面 真的是越发成熟了 无论是演技还是歌唱实力都是非常的优秀 在这一个团体出道之后 迅速在国内外揽破了一批的粉丝 而EXO在前几年的时候 几名中国成员也是因为各种原因退出了这一个组合 回国发展黄子涛 吴亦凡 陆寒这两年在国内发展的同台舞台也是非常少的 直到2020年 他们终于突破了次元币 黄子涛和陆寒一起加入了创造营2020作为导师 录制了这一档综艺节目 期间节目组还邀请到了吴亦凡作为飞行嘉宾 几个人还在私底下面一起合作了不少的新歌曲 他们三个人现在在娱乐圈里面的友情也是大家公认的 而张艺兴和他们一起工作与做练习生那么长时间 这两年也是属于一个刻意避嫌的状态 没有和他们有任何工作上面的接触 不知道在日后我们可不可以期待这样的画面呢 不过从这一次的回归预告中来看的话 大家还是对于这一次的回归充满期待的 不知道张艺兴这一次会回韩国加入这一次的回归活动吗 你期待吗 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